今天介紹的是 Leica R 鏡和 M 鏡的大比拼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y 這次跟大家比拼一下的就是 R 鏡和 M 鏡 這次拿了兩支鏡大家的銷號都是接近的 其中一支是 M 鏡的 52 光圈 是第三代的 我們都會多數叫這支是高腳的 因為它這個位置比較厚一點 而另外 R 鏡的代表也是 52 光圈的鏡頭 這支是第一代來的 無論是重量、尺寸方面都有輕微的分別 譬如說這支 M 鏡會比較細小 會比較窄 相對來說大約是100克左右 這支 Leica 52 M 鏡可以說是色彩還原度很好 顏色濃烈 無論你拍攝黑白或者彩色都同樣是這麼好的 立體感強、層次分明、細節度高 略為反差方面相對來說是高一點的 分析力是非常優秀 很多人都說這支是世界上最好的標準 M 鏡頭 這一支就是 Leica R 52 的第一代 這一支鏡頭是 60 至 70 年代的時候出產的 現在的售價市場價錢大約是港幣4000元左右 當時主要是給單反相機使用的 淨鏡身的重量大約是 310 克左右 比 M 鏡頭略為重了 100 克 而最近的對焦距離 兩者比較這支是會近一點的 有 0.5 米 而 M 鏡頭最近對焦都要 0.7 米 兩者的質素其實奇古相當的 大家都差不多 再說一說它們在操作方面 M 鏡頭當然用 M 鏡頭是最理想 因為 M 鏡頭可以與 M 鏡頭有聯動的作用 而 R 鏡頭其實加過轉折環 是同樣可以用到 M 鏡頭的 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 M 鏡頭和 R 鏡頭沒有一個聯動 如果是要對焦的話 就一定要用實時、 Live View 去對 所以在操作方面是沒有那麼順暢 而且會有一點點浪費電 但是 R 鏡頭其實如果你是用到 在單反 無論你是 Canon、 Nikon 或者是無反 Sony、富士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的用 沒有一個大的分別 主要是說如果你用 M 鏡頭的話 要用在 R 鏡頭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沒有那麼順暢 用在 M 鏡頭 用在 M 鏡頭的時候會比較流暢 當然也要比較價錢 例如這一支 M 鏡頭 他價錢大概是 7000 到 9000 元左右 視乎乎乎乎乎成式 相對來說 R 鏡頭的性價比比較高 大家的成像是相當接近 那可能你要很仔細的比較 才能比較到 但是攜帶方面 大家的尺寸不會相差得太遠 是可以考慮的 重量方面,雖然這支M鏡是200g R鏡是300g 大家相隔了大約是100g左右 但是對於一個整體的攝影器材來說 100g並不是一個很大的考慮因素 所以這件事性價比高是R鏡的 如果是用得爽,用得方便的M鏡 亦都視乎你用的器材是什麼 如果你是用Canonicon的單板 就無法使用M鏡 因為M鏡是白蘭距的問題不會太短 所以無法使用到一般的單板相機 所以R鏡基本上所有相機都可以使用 而M鏡只可以使用無反 Lica的Range Rider 一般人會認為M鏡會拍得比較漂亮 我們這次的比較 到底比較一下距離之間有什麼不同 例如拍大風景、低光、過度、立體感、色彩還原 每一個方面試一試 到底這兩支鏡是否會有很大的差異 性價比方面誰會比較高 使用在上來誰會比較方便 我現在比較一下 這次我拿了一支Lica R52 第一代 以及一支Lica M52 第三代 我們俗稱為高腳 R這支Lica M52 這支Lica M52 大約三千多四千元左右 而這支Lica M53 第三代的M 這支Lica M53 這支Lica M53 就是Lica M53 約8千至1萬元不等 視乎Condition 作一作參考的比較 因為實質的光暗的變化 有時是外間的變化 我是控制不到的 現在室內那裏就比較好一點 首先看一下 大家都是在用同一個光圈 同一塊門 你看一下這個光點 這個背景的散景 是會光一點的 M略為吸光的能力會高一點 而其他面容那些 其實都非常接近 就算我放大去看 眼鏡的反光位 面容 都是非常接近的 小牌子 這些反光位 各樣的細節 真的幾乎分不到分別 只是輕微的察覺到 就是 衣服的細節 在這麽低光的環境 這支M 是可以出得到 多一些細節 而這邊都有 但是並沒有 那麽明顯的 看到那個明顯度 是有所少少分別的 整體的氣氛和顏色 都是非常接近的 那麽我們看看 下一張 同樣 左手邊是M的 右手邊是R的 是一個 街景 都是低光的環境 那麽看看它的分別 背景的虛化 大致上是幾乎一樣 然後 面容部份 都是非常接近 M是略為 是會細緻少少的 多了一點的 detail 再看這件衣服 也是 這個R 它的細節 略為含糊少少 而M 這裏就會多了一點 而整體的 息溫 M是略為 冷掉少少 R 會是暖了少少 或者是 屬於暖了一點 那麽多 你不比較 幾乎是分不到的 再看這件衣服 好 那麽我們再看下一張 同樣都是街景 左手邊是M的 右手邊是R的 那麽因為那個實質環境 有少少車 不斷的街道的變化 就不可以百分百 反映到實質的情況 那麽 但是整體的氣氛 是接近 好 我們再向下看 OK 同樣都是 左手邊是M的 右手邊是R的 整體的氣氛也是接近 那麽 去到一個明顯一點的低缸位置 那麽我們放大看看 幾乎一模一樣 是不是 幾乎 分別不到它們的不同 至於 是 稍為 虛化的散景部分 都是非常接近的 好了 再下一張 這個是 左手邊是M 右手邊是R 好的 我們放大一點點 看看 對焦位置 M是略為實 比較好一點 而至於虛化部份 是不是很接近 都是剛剛說的類似的情況 M是略為 冷調一點 就算是綠色 這裡也是 R輕微的 黃色一點 再看 這是人像 膚色也是接近 因為當日 比較多雲 有時光有時暗 會有輕微的偏差 所以這張 並不可以作實 但是很難得有一個 模特兒在這裡 所以這張就不要浪費了 就是另一張 好了 我們看看大景 左手邊 M 右手邊 R 我們看看細節位置 這個是全開光圈的 遠景的大廈 大家是 非常接近的 細緻度都是差不多 好多 拍攝近一點 幾乎找不到分別 OK 我再下一張 這個也是 對 只是很輕微的 M 鏡 稍微有少少的 藍調 一個近鏡 都是分別不大 放大一點 看細節 一個金屬的噴水龍頭 放在高光的位置 看看 這些立體感的位置 最容易反應到的 R 是輕微的爆光 而M 是可以拿得緊一點的 低光位置 低光位置 同樣都有很多細節 下張 這張也是 看到什麼大的分別 看到什麼大的分別 大家都在用 同樣的設定 這張是 完全是同樣的設定 R 這個位置 看到是暗了少少的 低光位置 看到暗了少少 好 拍攝近景 近景 近景 它的色彩 很接近 看看 紅色 我們放大 看看 細節位置 看到會有什麼分別 我就看不到了 好 下一張 藍花仔 先把位置放在 這一張 明顯少少 看到色彩的分別 其實這個 我也是調整了5.6光圈的 因為這個數值 因為這個數值 相機計算出來的 所以 不是說百分百很準 有時候會差了 一級的加減 好 看看中等位置 這個數值 都是很接近的 立體感 大家都是 奇古相當的 很突出 好 中距離 這個數值 收了光圈 5.6 我們又看看哪些位置 雖然這個位置 人 但這個不影響我們看 低光位置 很相似 好 就下一張 有一個特寫的 那M的細節部分 好像是多了一點點的 多了一點點的 你看這些 草的 中環交錯 那些就知道了 這個位部分 多了一點點細節的 好 再來一個大徑 好 再來一個大徑 好 再來一個大徑 我們先看到 這裡是少少 偏黃一點點的 R鏡 總據來說 看了這麼多張 大家心中有個數 雖然數據 有時候會因為 實質環境的變化 還有人迷的因素 可能對焦 未必說對到百分百 可以很準 但我都盡量把它放大了 十倍來對焦 但始終 會有輕微的偏差 以上的相片 是讓大家去參考的 就不是百分百 一定是作實 大概 心中有個數 知道怎樣的 那 那麼解短的介紹 我想 應該沒有人未夠的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 這個R鏡和M鏡的資料 或者用在什麼機器的情況 是怎樣的 那你可以親自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親身去感受一下 我或者我的同事 也可以介紹給你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讚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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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